還不到數 差了1B 1B? 1B? 1B10億 Hello 我們是Chira 我是曉林 我是麗珊 說香港人應該是全世界最喜歡上班的生物 就算你生病了 也要外出拿價錢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旺角做街坊 問一下大家有沒有即場趣事分享 還有我們有些情景提供大家的即場求生技能 Let's go 請問你來什麼工作呢? 酒店 Event 那些 我會傻 問即有收過家事 餐飲寶即是核數 做過咖啡師手機配件 Sales 還有酒樓 無印 Supermarket 給人試吃 半夜 回徵算那邊的工 你們聽過別人 或者自己上班最錯做的那些給人看 認真上班 偷錢 入一張單 然後拿錢 收錯錢 一盒熱水淋在客人道 那時候就失重心 那整個客人給了他 偷時間剪頭髮 要塞了一陣子 還不到數 然後拿了一B 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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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億 要再買了廁所 這個我不知道 我最後不知道是怎樣做 那個同事搞了幾個通頂 之前的傢伙 收少了零 一萬變一千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在和國這裏呢 有些叫飛鞋 跑去另一間店 拿雙鞋回來給客人 有一次試過飛鞋 中間見到那隻鞋 哈哈 因為我們做食物那區的 最多就是 過期前兩天呢 就要收回貨的了 但又沒有收到自己買了 那你聽過別人上班最誇張做的那些什麼 OTO到第二天到六點 在下面前打Switch 上班時鬥著份量 在這裡玩遊戲 透計出去找女朋友 偷偷地帶個朋友 加入了員工區域裡面吃東西 我朋友呢 就回海洋公園 做了一些食物袋 有一天呢 我和我家人就去海洋公園找他 因為他是靠袋子來點送 我朋友買魷魚的 正常呢 一個袋子只有兩塊魷魚 他是塞了二十塊魷魚給我 我朋友做KFC 定期有一個星期 朋友走上去 每次都請他吃 整個成桶成桶的百多元 為你回家 通常其實上班時間呢 是八點半的 有很多同事 他只是十一二點才上班 有沒有試過聽不明白上司說話 會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多數太複雜 聽完一次呢 我不太明白的 即是不明白就要問 問多一次 直接問老實 不清楚當然要問 我直接問 開始做錯 我不懂正常的問題 每樣都懂的 我一定會問得很清楚 我怎麼做 我才會失憾 自己嘗試消化了 再不明白才會再問他 你會不會想問同事 我同事真是老闆 因為就問一些 好級少少的同事 有啊 我完全不知道 那些份工是怎麼做的 我完全不知道 那些東西放在哪裏 那些東西就是我要自己搬出來 你不問多一次 不夠了 因為第一次發 那時候 明白了 然後去做一下 明白了些什麼 有時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我就繼續做 我本身做的那些Duty 那如果剛好被老闆發現到 然後他很生氣 那你採取的 approach 是怎樣 是嗎 假裝傻 原來是這樣的 過了之後罵他 蛤 為什麼 發洩 都覺得自己不適合這份工藝 辭職算 真的哪個錯是不重要的 對 總之他惡就不一樣 對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FreeRide 沒有啊 不會他大家都很好 不會的 沒有啊 因為我地位最低的那個 我是沒有任何權力再吩咐 一些再小的人做事 由FreeRide打 就被人炒了 有個太斜了就被人炒了 如果你弄到FreeRide打的話 你會怎樣做 敏啊 我會罵他 比較衝動 動手打他 然後理論一下 跟著 就像這條片一樣 KIDFERSON 打過頭那些 他已經 在電腦 然後呢 去那邊 不要再電腦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們會直接說 然後出聲跟他說 先跟他說 先跟他溝通 那這些有問題就要說出來 就是他這樣不是辦法 頭一兩次會跟他說 打工你也要做他那份 沒辦法 我只是照顏色而已 自己有自己管理事情的能力 盡做自己做到的事情 其他那些事情 不是我掌控範圍就算了 沒想過捉他背部嗎 那又不會捉他背部的 可能幫一次之後下次不會幫 捉他出來 還是不行吧 才跟上司說 會好一點 之後幾次他又不聽 我就捉他背部 剛才跟老闆說 我會感應的話不是問題 但是那些東西 我也抓得那麼要 真的關心一點 總之不會影響到我下班就可以了 你要明白在職場上面有很多人 你會捉你背部 那你捉你背部 不是很大事的 大家都是公平的 但也是打份工 那你有沒有試過被老闆罵過 一定有 一定會被人罵 自己消化的情緒先 如果知道自己錯的話 我會顏色 唯有except他 我抱歉 你他吧 我通常都不會出聲 因為如果你反駁的話 應該會罵得你更甘一點 除非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對 因為他罵得一定是有些事情 如果你沒有做錯 但上司也罵你 那你會怎樣 你聽他說 我跟他廢話就算了 打工仔也沒有聲音 因為聽他廢話完之後 繼續做事 如果我不合理 就當意邊封 不出聲 就是大聲無謂 他也要下台階 很想我和氣 看我喝癮 喝不到的話 我會罵他 反正都解散了之後 不做了 我拍餐的就沒有那麼大 驅速 再不行就辭職 我又不可以動他的手 都是在心裡 玩幾句 都繼續打工 心裡就慢了 但是我最多都是 我只能笑著這樣 如果有機會 跟你Fresh grade的時候 自己說話 你會說什麼呢 輕鬆一點做 不要那麼大壓力 我覺得最重要是上班 真的不要太認真 太上心 因為不做36 做有36 做得多 人家又覺得你在那邊搏什麼 做得少的話 人家又覺得你在那邊偷懶 所以我覺得 還是做回自己 不要再合聲算了 死的 最重要是健康 大家都一樣 始終上班那月很頂 好像多 競爭想一下自己想做什麼 小心點找工作 沒有別人做什麼 你就跟著 很多Fresh grade都是 知道自己想怎樣 朋友進去那一行 就一起apply 未必是他想做的事情 回了幾年才會發覺 原來這件事不適合自己 又要重新再來過 要繼續保持著這份初心 雖然社會這個職場 有很多黑暗位 有很多會令人心灰意淡的位 如果你堅持住的話 你可以不讓社會去到改變 或者不會打沉自己 成長希望基金會舉辦了 網上工作坊 幫助各位職場新鮮人 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如果你是Fresh grade 或者是即將畢業的同學 就記得不要錯過這個網上工作坊 記得按下Info Box條link登記 是完全免費的 今天一定會要關於 做啟動的 和更滅人緊密集一班 你應該想做啟動的